好 持續要來看到的是在國會的狀況 這是藍白現在否決了國會改革法的 復議案延長戰 儼然是開打 而民進黨繼續主張要強化論述 主打新黨國復必之戰 總統府行政院 監察院 還有民進黨團將會四路出擊 分頭申請釋憲 而立法院的民進黨團總召科建民 在20號就表示說 相信他們應該會釋憲 黨團釋憲文已經訂稿了 隨時都可以送出去 藍尾現在就喊話賴清德總統釋憲 應該要先三思 不要只是想要悶死國會 而北市長蔣萬安也重話 批評民進黨是雙標 已經造成國家社會撕裂 更加的嚴重 國會改革復議案現在闖關 立院不成 民進黨說要提醒釋憲 藍綠在週末宣講平場 而蔣萬安現在就怒轟民進黨是雙標 撕裂台灣社會 還有藍尾轟 民進黨有復仇三部曲 說是只要跟綠營的利益相違背的話 就會遭到封殺 它根本就是綠色文革 國會改革復議案闖關立院 最後沒能通過 民進黨不死心 嗆下要再提示線 藍綠宣講週末大拼場 綠營基隆開講 放話國會改革法案還沒結束 不要氣餒 讓更多的民眾能夠知道 這樣的做法 是侵害到所有人的權利 國會改革法到底是侵害人民權利 還是給百姓揭蔽的機會 台北市長蔣萬安在藍營宣講時 怒轟民進黨搞雙標騙百姓 過去民進黨的委員 他們也都曾提出國會改革法案 讓人有精神錯亂的感覺 這就是典型的什麼 雙標 已經造成國家社會 撕裂得更加嚴重 將來如果國會改革法順利上路 在野黨鎖定四大弊案 包括新冠疫苗採購 還有五十萬資本額的超私可以做六億雞蛋生意 還有小吃店可以進口快篩 以及光電綠能弊案 更重要的是這個目的 調查權跟聽證權 是不是可以避免 將來的執政黨再繼續搞出弊案 只是民進黨透過覆議釋憲 甚至揚言明年二月要發動罷免欄尾 網友怒轟 這根本是民進黨擺爛三部曲 國會通過的法案跟綠營利益衝突 就要被封殺 難道民進黨要搞出台灣綠色文革 釋憲以及罷免這個三部曲 這到底的是綠色的文革 他表決輸你 他就發動群眾運動 只要他投票選舉輸你 然後他就給你搞罷免 其實這就是仇恨而已 覺得這叫做報仇 國會改革法案 能不能彰顯民意監督政府 就看執政者是不是要背離民意 為黨議一意孤行 記者張宥慈 王志成台北採訪報導 立法院在二十一號否決行政院 提出的國會改革複議案 而後續將會進入 申請示現的延長賽 民眾黨在二十二號就啟動了 反貪腐護台灣反造謠 要真相的公民宣講活動 而主席柯文哲在發言的時候 就直指民進黨在過去的四個月 放任正式不做 只會製造對立 而國會還沒有看到擴權 反倒是先看到總統擴權 因為賴總統要設立的三大委員會 到底是誰要負責呢 立法院現在針對國會改革複議案 要進行表決 而在野黨是以六十二票 比上五十一票否決行政院的提案 但是由民進黨號召的 這些青鳥行動 仍舊是在立法院外頭做了一整天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就認為說 這一回參與青鳥行動的人數 很明顯的比起前幾次要少了許多 之前曾經一度喊出有十萬人 但是現在只剩下三萬個人 而且都是主辦單位喊了算 誰知道現場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人呢 他認為更惡劣的是 民進黨明明就知道 副議案不可能會通過 卻還讓這些支持者在外頭忍受 風吹日曬雨淋 根本就是虐待人民 這一次的群眾動員對民進黨 或是說對這個所謂的 他們口中的反國會擴權這樣的運動來講 其實並不有利 就是有那種叫做 這個一鼓作氣再而結三而衰那種感覺 就是辦了那麼多天 然後呢最後人數遠遠不及你 之前的能量 人數確實就是比之前 521 524 528那個時候少很多 這個是事實 如果之前是十萬 現在變喊八千 那就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我們以前都開個玩笑說 現在抗爭的人數都是乘十升保 就乘以十 對 乘以十倍 一千人喊一萬 這個兩千就喊兩萬 有沒有誠實 不知道那種乘以十是有的 對對對就是誠實 那不管怎麼樣這個 這個人數我覺得 民進黨心裡面很有數 當初喊到十萬人的那一次 你喊你說那個實際人數有到三萬 我也許可以相信 但是這一次你要說有三萬 絕對我是不相信 我們用肉眼 就可以看得出來 跟521 524 528 是明顯的人數就是少 我們這個完全不需要用到膝蓋 用肉眼 就可以知道 他的人數確實就是減少了 昨天一副全場都是一副 好像這個什麼 就是好像什麼大勢已去啊 然後叫大家 我們要罷免 我們要怎麼樣 就是很悲 很悲創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他已經在528那天 就已經刪讀通過了 我們十萬人都沒有辦法阻擋 那個當時的法案通過刪讀 那你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這個情況 你要他們怎麼辦 如果民進黨忍心看著自己的支持者 在這種風吹日曬雨淋的場域裡面 去做根本他們心裡有數 根本擋不下來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這個叫做虐待人民 這次焦點時需要來聚焦就是國會改革法案 在5月的時候三讀 許多民眾就集結 這個立法院外頭來抗議 而民進黨的立委王定宇當時就指控說 國民黨的立委葉元支要求立法院長韓國瑜要動用警察權 但現在葉元支就反批說王定宇是公開造謠 所以王定宇因此說他要告 而現在葉元支也有所強勢回應了 他就說等著你來告我不要不敢告 好 日前這個國會改革法案的複議案表決 立法院外頭也上演了青鳥vs藍鷹對決戰 雙方的支持者隔著一條街 就來拼場各自表達自己的訴求 而雙方人馬也祭出了罷免公式 兩邊的陣營各自有想要罷免的立委 對此前立委郭正亮他就表示說 事實上罷免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最後投票不容易 但是政治就是怕熱不要進廚房 心理素質要先建立起來 他認為這就是台灣的政治二職的地方 就是要去面對 郭正亮最後也直言說罷免 甚至會聯動到2026的士氣 而這些人就把這個當作是前哨戰 立法院針對國會改革複議案來進行表決 在野黨是以62比51票來否決行政院的提案 但是由民進黨號召集結的輕咬行動 仍舊是在立法院外頭做了一整天 過程當中居然也有看到小學生上台演講 說自己每一天都在跟同學來討論國會改革 而現在時事評論員謝寒斌他就認為說 小學生冠心政治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他們對於這個法案 這了解的內容真的有夠深入嗎 謝寒斌現在也批評 其實很多的輕咬行動的參與者 只是不斷跳針說自己討厭國民黨 討厭民眾黨討厭中共 但是這些人根本就連這一回 國會改革在討論什麼都不知道 這所謂的感人肺腑的一面 就是輕咬活動上面 居然有小學生也站上來了 他說他從五月十七號抗議到現在 他就一直在關注這件事情 而他的小學的同學們 也都在上課前半小時 以及下課的時候都在聊國會改革 小學生就會關心這個東西 那其實也不錯 就是提早關心這些公民活動 可是你們聊了這麼久 每天上課前半小時在聊 下課又在聊 那請問一下你們聊 到現在你到底知道 發生什麼事了嗎 因為實際上就是 之前輕咬活動那個時候 就是有一些人 就高中生啊什麼 也上台有發言 有很多高中生就直接講 說雖然他不知道 這次國會改革是什麼 但是因為他很討厭國民黨 所以他就上來 十年前太陽花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問過十幾個學生 因為他們當時都反黑鄉反服貌 我就問他們 結果這十幾個學生 沒有一個人知道服貌的內容 一個都不知道 他們就覺得這是黑箱 這是不公不義 不公平我們要上街抗議 記不記得那些學生 拽到跟什麼一樣 直接把守立法院大門 連我們記者進去 他都要看你身份證 對 要審核的 對啊 就以為他好像是 立法院的主人一樣 好像是他家一樣 所以這些人 就是已經完全腦袋燒壞了 完全搞不清楚自己在幹什麼 那我不希望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跟過去十年前這些大哥哥大姐一樣 去現場那些人 真的知道這次改了哪些東西嗎 他恐怕也不見得知道 他就是因為很討厭國民黨 很討厭民眾黨 如果讓大家的記憶 停留在五月十七五月二十一 五月二十四那個時候 可能大家還會相信說 真的非常非常多人討厭 那個國民黨跟民眾黨 提出來的改革法案 結果你這三天連續 十九二十二一 這三天連續辦下來 就會發覺真正有 真正對這些法案生物痛絕的人 好像並沒有那麼多 我昨天聽到薛小星講這一句 這一段訪問的時候 我眼睛瞪大我驚呆耶 民進黨居然把 愚晴討論的這個部分 在會議紀錄刪除掉了 那刪除掉的意思是什麼 民進黨想要去掩蓋電信真房的真相啊 又或者是真的被薛小星講到痛點 你們真的有電信真房 所以他們現在最後才要忙著把這一整段 會議裡頭曾經討論到的 愚晴分析把它給拿掉 請問一下 會議紀錄可以這樣刪除的嗎 難怪三加十一都沒有會議紀錄啊 民進黨在那邊做監犯科的時候 就會想著把會議紀錄刪除 那這一次這種搞電信真房被揭穿之後 也是想著把會議紀錄刪除 所以蓋牌黑箱正不就是民進黨的DNA嗎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民進黨這麼害怕陽光照進國會 因為一旦陽光照進國會 太多的弊案都會直接被揭發出來了 所以他們不想要讓國會改革通過 他們想要把這件事情當作沒發生過 也因此王毅川給的訪問都不講話 聽到釋放電訊就點點就當作沒發生過 林友昌也不敢反駁說 這到底是不是來自釋放電訊 也當作沒發生過 但是你們所謂的不否認 是背後代表的是你們默認了嗎 快點夠618狂歡年中慶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減壓手機掛繩熱銷款 Live活力放送款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 3123 5133 7 9 9 12 我們